大家好我是朋友 今天我們要來開箱 好事多最可怕的食物 這款食物到底有多可怕呢 網友買完之後 心得紛紛是 真的太辣買貴吃就不敢再買 不會回告 這個超辣 炒一包就沒有人吃 到底有那麼誇張 我覺得這些網友真的是太浮誇了 這款好事多最可怕的食物 到底是什麼呢 紅蓉椒麻雞 外表看起來就是一副很好吃的樣子 雞肉 很有光澤 上面很多辣椒 現在我們把它打開看看 它到底是不是會有多 裡面還蠻多的耶 一袋裡面有兩包 椒麻雞丁 要怎麼處理咧 將內袋封口剪開約一半 微波兩分半 1400瓦 OK 現在剪 我看 XX 看到 下一位 現在就出發去微波 GO 呼 各位我們現在終於微波好了 這個椒麻雞丁 超香的 超級香 各位 先讓大家看一下這個近拍的畫面 看完雞了 我們現在直接吃 真的受不了 這個味道 醬香 加上一點辣辣的感覺 很奇怪 各位 雞肉 雞肉 太嫩了吧 太扯了 噢 咬到那個花椒的時候 因為我馬膽 直接衝打 嚇一跳 這個吃起來完全不像冷凍的雞肉 特別軟 特別的軟 這個特別的嫩 它也不會到很辣 奇怪 這應該是小辣 再辣一點點 哇 它每塊都好嫩 這很好吃耶 啊 忘記拍那個說不到了 因為是 這個 雞肉的抹麵圖 真的 非常的嫩 好好吃喔 這根本不是什麼好食多最恐怖的食物嘛 這個很優耶 可以回購的內種 如果敢吃辣的話這個必須買 非常的下飯 需要來點白飯 這個東西 白飯 這種東西 加白飯 真的是 越配 加白飯 咬到花椒的時候很不舒服 好麻喔 這個雖然是冷凍食品 不過它怎麼會 怎麼會沒有雞肉的臭味呢 一般那種冷凍食品的雞肉 都會有個雞肉燒燒的味道 這個完全不會 這個雞肉燒的 而且他們是在餐廳 這些雞肉燒的雞肉燒 我們來看 這幾乎是有時候 我們來看 有蜂肉燒 也有蜂肉燒 點擊 他 說 這個真的超下飯的 這麼一碗白飯完全被消滅 吃飽了 對不起啊 我們把這個裝起來 明天再繼續吃它 來做個總結 這個焦麻雞大概7分吧 它那個冷凍的肉 雖然吃起來沒有什麼雞燒味 不過它吃的那個肉質的口感 就是吃得出來它是冷凍肉的感覺 它雖然很嫩很軟 不過它就是吃起來就是冷凍肉 就是那個感覺 雖然它的調味不錯 它調味真的蠻讚的 沒有網路上說的那麼恐怖 辣辣的 然後鹹香 鹹香 而且還有花椒 它的花椒很麻 咬到的時候會這樣 啵啵啵 一張鞭炮的感覺 辣中 它突然帶一點麻出來 不錯 這個調味很厲害 非常下飯 如果敢吃辣的朋友 這個可以 那我們今天就結束 如果喜歡的影片的話 記得訂閱它 記得訂閱它 記得按讚 在下影片見 掰 後面 會loop 去 黑 今天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